觀眾朋友們好 現在是美國東部時間十二月十六日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帶來有關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為您關注到的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北京之行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周一在北京接見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並且表示對於她在香港非常時期顯示出的勇氣和擔當 中央充分肯定並期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團結一致 共同推動香港發展重回正軌 習近平在下午在中南海接見負荊樹職的林鄭月娥時說 二零一九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局面最為嚴峻複雜的一年 面對各種困難和壓力 林鄭月娥能夠堅守一國兩制嚴格底線 依法施政客進職守 做了大量艱苦工作 她並表示林鄭月娥帶領特別行政區政府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輔助企業 紓解民困 認真研究社會深層矛盾和問題 對於你在香港非常時期顯示出的勇氣和擔當 中央是非常肯定的 習近平說 習近平並重申此前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時 表明中央對香港局勢的三個堅定不移 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 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 我們將繼續支持你帶領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 並期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團結一致 共同推動香港發展重回正軌 習近平說 而林鄭月娥此行到北京樹職 早上還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接見 同樣是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周一表示 香港修例風波延續至今 對社會造成損害是多方面的 而特區政府要繼續努力依法止暴治亂 恢復秩序並抓緊研究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問題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週六啟程前往北京進行年度述職 早上就獲得了總理李克強的接見 李克強對林鄭月娥表示 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堅定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一如既往堅定支持她與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堅定不宜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李克強說當前香港的經濟已經出現明顯的下滑 多個行業都遭到重創 可以說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複雜局面 她對林鄭月娥表示 她帶領特區政府全力維護社會穩定 也出台了一系列保企業穩就業的紓困措施 這都是迎難而上 而中央政府為特區政府所做的努力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李克強並指出香港現在仍未準出困境 政府要繼續努力依法止暴治亂 恢復秩序並抓緊研究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問題 以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目前由政府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社會動盪已經持續半年 社會事件對GDP影響達兩個百分點 其中旅遊零售餐飲等行業遭到重創 說到香港問題 下面我們要為您著重介紹的是紐約時報的一篇觀點文章 文章的作者是著名的媒體人秦家聰先生 他在一九七九年創立了華爾街日報的中國分社 這一篇公開信的題目是習先生一個民主的香港對你有利 文章寫道習近平先生軍艦隨著二零一九年臨近尾聲 似乎應該反思一下過去一年一國兩制原則所遭受的重創 並對一些誤解加以澄清 這些誤解造成香港的持續動盪 也讓統一在台灣越來越不得人心 你可能還記得今年一月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的講話中 你強調中國致力於和平統一 並表示當按照一國兩制模式來加以落實 在香港遭受損害的正是這個制度 現在它深陷危機 在台灣你的講話再次引起許多人對大陸意圖的恐懼與擔憂 然後到了六月香港爆發抗議活動 自那以後的六個月時間裡暴力逐漸升級 對經濟和日常生活的擾亂越來越大 根據政治分析人士和民調結果 香港發生的事情對於台灣政治形勢產生了明確而直接的影響 不利於在下個月的總統大選中對最終統一持更開放態度的候選人 而島內的看法是香港人正在抵制內地在各個領域加強管控的做法 尤其是在民主和法治方面 其實為了緩解香港民眾的不滿與恐慌 你在幾件事情上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對台灣也是如此 香港人都知道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是為了維護一國兩制政策五十年不變 直至二零四七年 在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表示這個政策在五十年內不變 而香港基本法第五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這使人們普遍認為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 它的存在時間就五十年 到了二零四七年半自治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方式將被拋棄 取而代之的是共產黨的統治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時間幾乎過半 人們對未來愈發恐懼與擔憂 在年輕人身上尤其如此 香港內部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困惑 甚至一些資深的法官和律師都表示 現在的法律制度在二零四七年以後必然會受終正寢 但最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前行政長官 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在香港的外國記者會就這個問題發表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言論 他說我並不認為也看不到有需要在二零四七年後放棄一國兩制 前提是民主派人士及西方支持者不破壞這一原則 他還說我們應該注意到香港已經被允許把土地年期超越二零四七年 今年賣的土地年期將在二零六九年屆滿 如果中國政府能夠確認一國兩制沒有最後期限 也許並不會消除人們的恐懼或者是讓抗議運動平息 但是它會是一個開始 是建立信任和邁向談判的基礎 的確這樣的承諾可以幫助人們恢復對香港未來信心 不僅對香港民眾如此對外國投資者也是如此 這還有助於化解香港人的另外一個長期的心結 也就是對民主的渴望 正如基本法所言 最終目標是行政長官有一個有著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基本法還規定最終達到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產生辦法要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正如你所知二零一四年八月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做出了二零一七年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決定 但是這個方案引發了戰中活動 並且最終遭到否決 因為泛民派反對提名程序由效忠北京的人士所主導 如果中國政府明確表示 二零一四年的決定是一個循序漸進過程的一部分 未來在普選方面可以取得更多進展 那麼可以想像反對意見可能已經平息 如果二零四七年不是一個確定不變的終點 香港可以在這一天之後繼續向民主邁進 情況就更是如此 當然在更短的時間內 在中央的指導下 香港領導人採取具體步驟建立信心 也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當局繼續像眼下這樣拒絕香港示威者的五大訴求 那麼他們就需要尋找其他的和平渠道 聽取民眾的心聲 假設政府真的尋求緩解 並最終結束抗議活動的惡性循環 那麼他們至少應該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其中包括安排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新當選的區議會員會面 對香港政府進行白組 撤換表現不佳支持率極低的官員 委任民主派也就是反對派成員加入諮詢委員會 以反映更廣泛的觀點 重組功能界別 使其更具代表性 比如取消公司團體票 僅保留個人票 如果不採取這些步驟 也許香港人就只能認定政府在某種程度上 希望見到民眾美中湧上街頭 希望見到更多激進的年輕示威者 繼續使用日趨極端和暴力的手段 而且沒完沒了 為了試圖加劇香港混亂和分裂 也許示威在以後採取更嚴厲的應對措施朝理由 這真的可以幫助到你的宏偉大業嗎 回到你希望統一台灣的雄心壯志上來 依我的理解 中國政府在一國兩制問題上的立場一直是 只要統一 無論社會經濟還是政治都沒有必要變 香港和澳門的情況是這樣 台灣大敵也是如此 台灣人民經過幾十年不斷求索 民主得之不易 說服他們放棄是不大可能發生的事情 如果中國政府立場果真如此 台灣在一國兩制制度下仍能保持民主 那麼香港的民主問題似乎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當然政黨不能主張分裂 中國的國家安全應該得到維護 畢竟清政府也不允許孫中山在香港從事革命活動 不能容忍以香港為顛覆基地 在這個意義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特例 如果台灣能夠實行民主 那麼從理論上來說 香港至少應該能夠在當地發展民主 只要它不排斥中國的主權或者是中央政府構成威脅 更大的民主能給香港帶來更為完善更為穩定的治理 目前持續數月的抵抗活動就是一個例子 讓大家看到香港政府脫離人民會發生什麼 如果民眾在政府的選擇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那麼發生這種大失敗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但是缺乏行政長官對香港民眾的問責機制 多年來香港為內地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共很早就認識到它的價值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在香港邊境止步 當時的英國根本無力抵擋 幾年前它剛從日本佔領者手中收服香港 但即使那樣中共意識到香港留在英國人手裡 對中國的價值要比收回大得多 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種實用主義再次表現出來 當時儘管左派發動暴動四處搞爆炸來驅逐英國人 但是周恩來下令人民解放軍不要跨過邊境介入香港 維護黨打算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 這也是為什麼要在香港搞一國兩制的原因 因此儘管英國總督必須離開 英國國旗必須降下 但香港基本上保持不變 可以繼續為祖國做貢獻 中共領導人應該牢記這段歷史 認識香港今天的價值所在 對騷亂可以考慮再次採取更為務實的態度 如果中國政府澄清關於二零四七年後 香港將何去何從的立場 並且接受港人在成為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時 希望當家做主的願望 那麼對你未來來說就會是一個雙贏局面 不僅在台灣在香港都是如此 而眼下在這兩個值得珍視的地方 你正在失去民心 作者秦家聰 下面呢在我您介紹到的是北京對於美國三十年來首次驅逐中國外交官的相關回應 紐約時報日前透露美國政府今年九月秘密驅逐了兩名中國駐美大使館官員 理由是他們駕車進入了美國弗吉尼亞州的一個軍事基地 而中國方面在十二月十六日作出回應要求美國立即糾正錯誤 北京時間十二月十六日中國發言人耿爽被問及此事實回應說 美方對中方人員的指責嚴重違背事實 中方已經就此向美方提出了嚴正交涉和抗議 我們強烈敦促美方糾正錯誤撤銷有關決定 保護中方外交人員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所享有的正當權益 耿爽還特別指出 這裡我再次提醒美方國家之間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給予彼此外交人員工作便利和保障 是建立在相互的基礎之上的 而我們知道紐約時報在十二月十五日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報導說 兩位中國大使館官員擅自闖入已敏感軍事基地後 美國今年秋天已經將他們秘密驅逐 而六名瞭解這一事件的知情人士對紐約時報說 美國官員認為其中至少一名中國官員是以外交身份做掩護的情報人員 而報導指出美中兩國都沒有對外宣布今年九月份發起的這樣的事件 川普政府目前越來越擔心中國正在加強針對美國的間諜活動 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嚴重 而美國在今年十月曾經宣布 中國駐美外交官以及來美從事公務的官員 在會見美國官員以及前往美國科研機構前 均續向美方報備 下面呢再為您關注到的是有關於中美貿易協議的最新解讀 雖然中美在十二月十三日都宣布達成了第一階段協議 但是協議的內容非常苛刻 讓北京能否最終滿足美國的要求 讓人覺得疑慮 根據日經亞洲評論十二月十六日的報導 儘管中美兩國談判代表就結束針鋒相對的貿易戰 達成了部分協議 但是北京方面能否切實履行這些咄咄逼人的條款 仍然存在疑問 這些條款包括在兩年內將從中國進入美國的進口增加一倍 報導稱根據美國官員透露協議要求中國將美國農產品的採購量增加至四百億美元 同時兩年內將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總量擴大兩千億美元 報導還指出中國在履行承諾方面面臨巨大障礙 具體說來農產品價格需較二零一二年創紀錄的二百六十億美元上漲百分之五十以上 而華盛頓的一位說客說美國農民已經在中國之外培養了新的買家 他們很難將對華出口增加百分之五十 報導強調中國也不大可能大幅度提高需求 今年前九個月中國商品和服務進口同比下降百分之五 預計全年也將出現下降 因為中國正在應對日益老齡化的人口 雖然美國和中國政府可以在貿易領域發揮直接作用 以確保協議條款得到滿足 但是這種策略可能會將日本和歐盟等其他貿易夥伴擠出市場 比如飛機是美國對中國最大的出口產品 而波音公司佔有更大的市場份額 將使其法國競爭對手空中客車處於不利地位 但是疏遠其他國家將是對北京的打擊 北京將貿易作為關鍵的外交工具 據悉中美兩國均於十二月十三日當天宣布達成第一階段協議 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當天透露 按照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規定 中國同意在兩年內增購三百二十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 美中兩國將在明年初簽署這項協議 萊特希澤還透露 雙方計劃在二零二零年一月的第一個星期 簽署這樣的協議 萊特希澤說中國總體來說致力於重要的結構性變革 並承諾在協議簽署後的兩年內增購總額兩千億美元的美國商品與服務 集中在製造業能源農業和服務業 這四個主要領域 同時中國對特定產品的增購將會有特定的目標 但是不會對外公佈以避免擾亂股市 他說這項協議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則 而且中國可以在市場購買時期成熟時自由的購買商品 下面再要為您帶來的是跟香港TVB相關的一條消息 根據中國媒體財新的報導 香港主要媒體之一的電視廣播公司TVB行政總裁李寶安 在十二月十六日發出員工內部信稱 集團重組部分業務以增加成本效益 除了一人之外公司現有的三千五百位員工中將有議程受到影響 這意味著TVB將裁員三百五十人左右 而李寶安表示香港示威衝突超過半年 重創旅遊飲食以及零售業 經濟衰退已成定局 包括廣告電視報章在內的媒體業也未能倖免 但是最令人擔憂的是香港前景不明朗 沒有辦法估計社會何時才能夠恢復秩序 經濟何時才能復蘇 所有企業面臨這種嚴峻情況均有責任採取措施 李寶安說公司最快將在二零一九年底通知大部分受影響員工 按法例做出賠償等 同時也會發福王特別的酬金 李寶安說在香港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 公司未來會加快在內地 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業務發展 並且擴大營運設施以及資源投放 這一舉測可提供新的發展機會 最後要為您關注到的是武漢大學清退留學生這樣一條事件 一起來看到的仍然是來自財新的報導 大學研拔出口官留學生也將一視同仁 近日武漢大學宣布對不按期註冊不交學費 學業不達標的九十二名國際學生予以退學處理 昨天武漢大學發布的關於給予九十二名國際學生的退學處理的決定爆出 公告表示根據武漢大學對國際學生的學籍管理方法 培養管理方案以及退學與取消學籍管理細則相關規定 學校決定對九十二名國際學生予以退學處理 而武漢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已經確認上述消息屬實 此前中國人民大學清退了十六名學業不達標的本科生 其中四名為來化留學生 而復旦大學宣布清退十二名學習年限屆滿 而未能按時畢業或結業的研究生 其中十位為來化留學生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亞洲最大的留學目的國 十年間來化留學生總數成迅猛增長 根據教育部數據二零一八年來化留學生來自一百九十六個國家和地區 人數近九十萬 相比二零零八年增長為百分之一百二十 而對中外學生疑似同仁成高校管理基本趨勢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教育部出台了來化留學生高等教育質量規範 這呢是首份針對來化留學生教育指定的質量規範文件 文件指出在學籍考核考勤等上 應該逐步實現中外學生教學管理趨同化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的主要內容 希望你喜歡並且繼續關注華爾街電視的其他節目